近载运通 大家好 我是刘俊荣 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 3月2号 3月进入第二个交易日 交线指数出现了比较明显一点点的震荡 虽然中场还是小涨17点做收 不过背景结构是道雄工艺指数大涨303点 那中场却仅仅小涨17点做收 那这个盘式格局 单单是在现货的部分高低点 最多涨100点 99.82 最低点到28.44 高低差了128点的价差 我想说我投资朋友今天绝对都不会做错吧 这么大的一个红包 你是已经放在口袋里面的呢 大盘出现128点的震荡 那期货呢 总共出现了最高 今天台子期货的高点是9784 最低呢 下沙到9643点 这高低总共差了141点 高低总共差了141点 教授们你有没有收到刘老师 在2月16号公开送给所有的投资朋友 2月16号就是9869这一天 好我们在这里把所有2月的中压的6到8笔的多单 所有全部都凸清了赚了600点获利了解之后告诉大家任何高点不要追了 因为原先我们在7999我们在这个9089我们在这个9150点那个位阶 所以就告诉大家这个盘是个有看 我看先看9700 好我们就真的在9700点把所有的多单 好1月先赚600点 2月再赚600点之后获利了解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告诉大家任何高点不要追 尤其如果2月16号当加权指数一个多头上攻的波段 好来这里一个缺口 这里第二个缺口 如果上跳三空的位置点 那代表嘎空捷径了 好那一个交易日刚好是3月起的第一个交易日 投资朋友从那一天以来连续10个交易日 大盘已经不知不觉跌了200点了 好来投资朋友你有没有掌握到 今天台子期货拉高到9784 我在8点37分预挂9785 其实也不会太过困难 好如果今天能够空到就是超级无敌漂亮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台子期货近月图 好2月24号的高点是9786 好那这个是2月21号的高点是9785 那这几天的高点都是9789 好9786左右 如果这个盘式格局刚好摩台子未平仓 比较密集可能转仓没有过去的那位置点 很可能是短线上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 会出现压力的地方 所以我们盘前就预挂了9785空 可是很可惜就差那一点 没有关系我们预挂的当冲 预挂的空单我都会挂一个态度出来 你知道这盘式格局如果那里是压力 然后现货刚好开在这压力带 它自然会两高变险一高压力盘 接下来这9760改成4加去空 9750波段空两笔进场 9740再加码空其中第二笔空单 这一天的时间你就大赚240点 小说表今天这个盘式格局 正幅高达141点 你有没有收到刘老师送给大家的 这一根长黑的礼物 昨天刘老师有没有跟他预告 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高档区 为什么做都越来越难做了 因为天天都是出货的压力盘 所以如果有反弹起来在压力带 你还是要去把握 刘老师送给大家赚钱的机会 尤其昨天盘雄工业指数大涨303点 今天我们来聊这个303点 对你到底有什么样意义 接下来你要怎么样赚钱 可是投资朋友你在昨天 市场行情要结束的位置点 不见喷出不回头 盘雄真的喷出了而且狂喷了 而且到了昨天为止 大涨303点出现了截净的 嘎空截净的第三个缺口 这是不是跟 9869当天这个加权指数高点的一个 大红包一模一样 所以你会不会在昨天知道 这个盘式格局跌破了 这个摩台的成本均价 低档区已经出现了强短的多方买盘 我说这个盘式格局先谈再说 告诉你说跌破强势嘎空轨道了 这个盘式格局很关键的 如果波段转折 你应该瞬间进场布决机会 就是今天了 好弹高起来如果靠近成本区 强势嘎空轨道已经结束的状况之下 你要开始去掌握另外一波转折的方向 做了 昨天1点11分的时候 我告诉我的会员朋友说 大盘确认波段轨道第一天 这波多头正式在昨天已经确认 眼后确认结束了 任何策略改成反弹不空 所以你在这高档区已经一式M头 已经开始出货完成 原本拉高出原本震荡出 开始要转震荡下压出的时间点 你要把握一个指标在相对低点 绝对不适合去做一个追控后动作 你手上没有空单的 等待反弹颈线曝空嘛 对不对 好这是昨天廖老师给大家分析的解盘 颈线的压力在哪里呢 尤其我说 这一根长黑下来 到底是散户买的 还是外资买的就很重要 结果发现 原来昨天散户大买了8000口 老师朋友 如果你知道控盘者的方向是开始在卖多单的 在今天早上的价钱指数 开高到9774的一个位置点 开在压力带的位置点 道琼上跳山空 已经是一个嘎空捷径 所以为什么今天外资即便是 在道琼公益指数大涨303点 市场食物群知道今天道琼可能涨不动了 开始在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出货的动作 开高走低 尾盘才有一点偷拉 极短波的一个反弹 到今天还是没有任何多方同步的信号 所以为什么刘老师 9869那一天我告诉大家 投资朋友 当过了整整13个月 过了5个月之后 市场终于看懂了 这里是主身段了 我怎么样告诉所有的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同样一个主身段 你是在7999 你是在7627 你在8879看到这里是主身段 主身段有三种 一个叫右空 1月这个千年行情叫做嘎空 然后嘞 主身段的最后一种 就是9869的嘎空捷径 到今天的位置 创下时间的波段转折低了 好 所以刘老师告诉大家 投资朋友 这盘式格局已经收破两天了 筹码我们事后追踪 有的时候 投资朋友刘老师 真的很想要当大家的朋友 那一路告诉大家 不堂康 不堂康 听我的 你不要把投资老师当成 每个在演讲会场 我问大家 所有投资朋友说 哇 这个盘式格局又创新高又创新高 有没有赚到钱 大家都说又被投顾老师骗了 又被投顾老师骗了 投资朋友到底是投顾老师骗你 还是你骗你自己呢 在7999 在9089 在那个六七百亿真的市场迟一观光的时间点 那是投资最好的机会 可是投资朋友偏偏要等到爆量一辈子的时候才开始进来做多 然后每每都是过去十年来反复反复上演这样的一个戏码 投资朋友接下来的盘式格局很重要 除了当冲 除了当冲之外 来 除了当冲之外 除了当冲之外 如果你可以在这个盘式格局 好 刘老师教给大家的这个其冲一个部分 那我今天会多讲这个起波 不管小震荡 我们只瞄准目标赚大钱 怎么样再转折成立 瞬间建立基本仓位 当接下来的盘式格局 如果控盘者的成本优势也跟我们站在同步了 你就找到一个最后的一个加码点扩大战果 怎么样赚钱 好 真的你要起波 咬住一个波段你可以赚大钱 好 等一下我们来讲这一段 但是我们先讲其冲 来投资朋友 今天是开盘八法的两点高不过高 转片线又多的一高压力盘 那你手上有刘老师开盘八法口诀 一高压力盘怎么做 优先压力点不空 容易收当天的最低到次低嘛 而且新台币今天已经升破生子轨了 第二天 就是跌破啦 贬值破 K线涨代表贬值 你要开始去注意 所有人都在这个9869这天才告诉你说是资金行情 那刘老师反而提醒你 资金行情有两种 一种说做多嘎空喷租的资金行情 另外一种叫资金退潮的行情 尤其目前摩台23万口的避嫌水位 现在很明显都是空方优势的 你要开始注意这个盘式格局变成组跌段向下变盘了 来 8点37分欲挂这个盘式格局反弹任何高点卖多你就是要不空 8点37分9785没空到差一点 但是你知道这里是压力的时候 当台子期货震荡下压 真的没空到你会马上改单 9点16分的时候试价9760空 我们会没有成交绝对比9760好 其实设计起来 800压力带你就要开始部件空单了 9点34分台子期货又做一个短波震荡 小商串头出现了 齐一波就开始进场加码空 那到这个转折的位置点 到毕竟这个50分都还有在9740上下 你是不是会在9740再加码试价空单第二笔 为什么因为开盘八法 一高压力盘通常黑K收在当天的最低到之低 如果你有收到刘老师送给大家红包 教给大家怎么样钓鱼的开盘八法 片线的开盘八法 2017年版最进化版的又空片线的开盘 又多片线的开盘八法 你会不会掌握到这一笔 9760空9740再空 然后到尾盘1.33分的时间点 在9690附近试价获利回补 一天掌握着120点 好的 这边有日积月累 小钱日积月累 你今年也能赚4000点 不过这需要时间 你可能要累积40周的一个时间 但是投资朋友真正赚大钱的机会 应该如同刘老师跟大家讲 投资朋友你可能要在一个绝对环市战场 一个绝对可以掌握市场全级的位置点 开始拥有一个比较好的战略的位置 站在一个战略的位置 看一下接下来这盘市格局发展 好 那当然这也是一个顺势赚大钱的一个机会 这绝对是一个顺势赚大钱的机会 下半段回来我会这样跟大家报告 好 那刚刚如果知道开盘八法 压力盘 这盘市格局会击杀140点 你会不会在9750 掌握到了当天四口重压 投资朋友你一天就大赚240点 好 来投资朋友 等一下我会告诉所有投资朋友说 我未来的看法是什么 我未来的看法关于整个波段 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规划 接下来三月我们怎么样赚大钱 好 但是投资朋友 有时候人生99%的时间在等待这1%的机会 你想要赚大钱 你能轻松赚大钱 你能瞬间赚大钱的 你还是要有波段单 掌握一个波段的一个方向 好 就像刘老师告诉大家 我们要跟去年比 我们要跟昨天的自己比 去年既然已经赚了6000点 今年我们绝对不能够输去年 要每年每月每周每日进步嘛 对不对 好 投资朋友 你已经错过了1月的这600点 2月的这600点 你听一下刘老师关于后续的方向 然后也同时跟大家报告 投资朋友 来 假设你错过1月 我们在这个 中国空军席台下沙到9089能够位置 从9150一路买 告诉你说买到满场多单 这个盘式格局会嘎空喷出9700 到1月6号 先把第三笔的两口获利了结 这已经300点了 对不对 后来震荡下压 到1月20号 好 两天再赚115点红包 这个位置点 再把说 再把两笔多单接回来 那甚至于告诉你说 起播都可以报过年 这已经600点了 对不对 好的 这边如果你已经错过了1月份 或是去年 大赚6000点行情的 你错过了1月这600点行情的 刘老师没有亏待大家 我公开跟大家预告 从2月8号那个转折的一个位置点 开始 你可以开始在刘老师9520的位置点 还是告诉你说 这个盘式格局嘎空喷出一波到底 全部重压大买 我们在2月14号的一个位置点 2月14号的一个位置点 好 我们才把所有播放多单出清 620点 4天又赚了620点 3倍的一个时间点 好 可是投资朋友 从廖老师2月14号开始清理 所有多单出清之后 来今天加全指数 又连续两个交易日破了这个高档区 去entered一个形态 投资朋友 如果在一个交易日 高档区当摩台的空方掌握了一个绝对价格优势 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连续三天站不回去 另外一个大行情大转折 赚大红包的机会 你可能就错过了 所以我认为 为什么今天特别跟大家强调 你有戏图心想要赚大钱的投资朋友 听一下刘老师的分析 我告诉你站在对的方向 好 跟着刘老师一起赚大钱 好吧 那相信内容 你可以加全国的服务人员 关于后续盘式格局发展 明天怎么样看 休息两分钟之后 刘老师继续帮他解析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期货 股票 选择权 绝对报酬策略 东风创向灵活布局 您创富的最佳伙伴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亚洲投顾 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 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均 股票 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真心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 2578 3777 2578 3777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施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来到我们现场 关于整个期货 拨到一个方向 明天是一个非常关键 而且你绝对必须站在一个 比较关键的位阶 比较一个横渝战场 纵观群区的位阶 去看接下来盘 是个给回撤的一个发展 因为今天大盘 这一根实体的K线 上下引线都非常长 但是实体是一根黑K 这个叫高浪线 就要代表大盘 接下来会有一个 大波段转折的方向 即将出现了 那这个布局的时刻点 不会太久的时间 可能就是这短线上面这一两个交易 那我们参考过去 从廖老师跟他预告 任何高点绝对不能追 从一高压力盘9830的重压空四笔 一高压力盘当冲空的两笔 两高破平盘当冲空的两笔 压力盘空向下的吸浪 到今天9760 9750 9740的重压空 直接往下 天天都是出货盘 好 都是朋友 那你接下来就要开始去注意 站在控盘者的角色 站在控盘者的一个成本 瞬间站在优势的地方 你接下来赚钱的速度会比较快 好 而且有大钱赚 为什么呢 来 都是朋友 我们会在做多的时候 是在一万八千点 在今天这个位阶 跟你敢谈道琼工艺指数 接下来位置发展来 没有人了 因为所有空单索罗斯 到昨天位置全部都停顺 连索罗斯都阵亡了 连索罗斯都阵亡了 李老师我们在7月就跟你预告 道琼工艺指数至少看到两万零五百点 好 等到你昨天看到 道琼 哇 已经上了 两万一千一百一十五点的时间点 好 不见喷出不回头 只有三只虎会走嘎空的末端喷出 而且它真的有末端喷出的现象 从一万九千六百七十七点 一口气涨到两万一千一百六十九点 好 可是投资朋友 上来这一个月份的这千点行情 本身是不是走了一二三四五波 等到它突破了这个整理形态之后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缺口 两个缺口 三个缺口 为什么今天明明道琼工艺指数大涨三百点 加钱指数急杀了一百四十点之后才反弹 中场小涨十七点 因为连道琼都已经出现 嘎空喷出的捷径讯号 叫做上跳三缺口 好 既然大盘道琼工艺指数已经走末端喷出了 其实慢慢涨不会出事 你走末端喷出 你反而要防箭头反转 而且 走这边 现在为止不会有人跟你讲道琼工艺指数敢说它是空头 对 它到今天到昨天为止都是这个主升段 但是很可能一个变盘转折就在今天了 好 第一个 周线的三支四转三支五 主升段的一二三支五波结构已经完成了 周指标在96.34 你做多的胜率只有3% 你一做错针对整个波段回档 走这边要很可能一个适当回档就跌1500点以上 好 来 这是道琼工艺指数 从6469开始起涨 涨到21000点 总共涨了14700点 月指标已经来到95.17 你以为你在这里做多 你的胜率有多少 好 你知不知道 如果多头的上升趋势轨道 好像走了一二三四五波 五浪的结构已经完成了 又抵到长线多头的上升趋势轨道的上远了 好 就算是未来还有末升段 但是这个主升段结构涨了14700点 只要是一个最强势回档 只回0.382就要跌5000点 老头是没有 你要不要站在95% 96%的一个胜率一方 跟着刘老师掌握壮大钱的机会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次 但是所有该你要站在一个关键转折位置点 已经出现了 因为今天连央行总裁彭华先生 说如果废的升息台币要续升的机率就变低 尤其三月升息的利率期货 一口气三月中旬一个利率决策会议 认为会升息已经高达八成了 那很可能就是因为包安安总裁先生 这一则讲话有一点点市场去拆 包安安总裁先生会不会去照顾三月下旬 我们电子股的汇损一个状况 这一波的资金行情走了九波的结构 今天已经是第二个交易日 新台币正式收破了下压的就是升值轨道 那这一波回档 如果一回到起涨点 加选指数二月是三五是三 长线的大级数转折 月KD如果死亡较差 你愿不愿意在一个很关键的位阶 跟着刘老师去掌握一个赚钱的机会 好 不但当天看得到要当天赚 更重要的是 波段的转折一成立 瞬间你就要中压进场 成本一占优势 最后一个加码点 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想请进行直接向选刘老师的服务人员 预祝大家投资顺利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地震了 怎么办 亚洲投资人员 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盛军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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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挑战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盛军 亚洲投资 亚洲投资 互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资 带您运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资 亚洲投资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照2.0 静悟给您嘴巴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通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一千元体验轰贴了一个月 就送轰动时长操盘秘籍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这次只高一千元哦 请播0223653255 台湾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 你看全天然 这样就好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 对环境好 而且经过政府厌城通过呢 最好还是上运生生活咨询网 台湾人 对环保标章